很期待 由太空種子落盤到現在 已經兩個多月 今天終於來到修成的大日子了 一份耕勻一份收穫 這樣兩個月來 同學的努力 及悉心栽培營養的成果 沒錯 還要是大成果 黃瓜終於結出一些很大的果實 而今天就是可以摘取成果的大日子了 很想馬上試一下 太空種子結出果實的味道 好啊 看著 我們要先和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太空種子 太空種子其實是一些 原本屬於地期的種子 但是我們將它送上航天氣 在太空圍繞地球上批了一圈之後 再返回地球 這批種子經過太空之旅 在高增胸、微重力 及宇宙強觸射的綜合雍素下 會引有植物種子 基因變異 基因變異 咦?聽過名字就覺得很多人害怕了 我還是不知直了 喂 等著 其實將這些種子送上太空 只是希望可以藉著 基因變異來催生出更好的種子 當中的變異有好有壞 亦都可能沒有變化 完成航天旅程的種子 仍然需要進行大量的後期測試 才會推出到市場 確保一切安全 對人類的健康無害才會正式誕生 所以你絕對可以放心 原來手上這一批種子要經過4至5年才可以面世 等我還有眼不惜泰山 還以為你們 至不宜遲 馬上進入試食環節 等著 在試食之前 我們要先將太空黃瓜和其他地球的黃瓜作比較 先了解一下太空種子在基因變異之後 在成長上帶了甚麼影響 哈?差點忘記了 今天我們要跟他們比一比 身高、體重、顏值、味道等等 我們快點開始吧 我們在超市買了幾款市場上可以買到的黃瓜來做比較 先量度一下太空黃瓜的長度 記住要用老師教過的量度技巧 由零開始吧 知道了 太空黃瓜的長度是22厘米 而在超市買到的黃瓜A就長19厘米 而黃瓜B就長21厘米 所以太空黃瓜都比地球黃瓜要長 而重量方面 太空黃瓜的重量是384克 而在超市買到的黃瓜A重144克 黃瓜B就重139克 所以太空黃瓜都要比較重的地球黃瓜A重240克 我們當然沒辦法找到超市上所有黃瓜來做比較 只可以做簡單的抽樣比較 但是都足以顯示到太空黃瓜在生長方面 不會比市面上不踩到的黃瓜A重 甚至更長更重 而且還要到了最緊張的試食時刻 為了進行公平測試 我們會選用盲測方法 測試員是不會知道黃瓜的種類的情況下試食 以排除可能出現偏見或者偏向 C是大塊一點 但是好像比較軟一點 如果讓我選擇 我喜歡吃A和B 因為A和B有些質感 而且吃下去比較爽口 A的味道是非常綿綿 A的味道很綿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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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味道很綿綿 B的味道很綿綿 A跟B的味道很綿綿 B Owner的味道很綿綿 A跟A的味道很綿綿 B的味道很綿綿 B的味道挺綿綿 A的味道很綿綿 I agree B Я always like desir A跟 ABC A to B很好 A和 businesses很綿綿 A跟B Den-Bte味道很綿綿 B的味道很綿綿 A跟B sociedad B的味道都很綿綿 roup化 但它的水分好像比較多 它沒有前面AV的甜味 但它有很多水分 而且很爽脆 口感來說 B是最脆的 C是比較上最脆的 但C的口感是很多肉 很飽滿的 水分來說 三種都差不多 好像B是比較甜的 A是很清甜和爽脆的 B感覺上沒有A那麼清甜 而C的口感就比較不爽脆 比較軟 皮質好像比較硬 A是比較脆的 比較脆和多水 B也是比較脆的 但沒有A那麼多水 C就有一點酸 有一點酸 然後也有多水 但沒有脆 C是很軟的 口感和質感 A也是很爽的 但最爽口的也是B A和B都是清甜的 C就是最淡口的 C就是有很多水 但沒有什麼味 B和A都是很爽的 真的有很多水和有很多味 A的水分也挺多 而且有一點甜味 是清甜的 嗯 我覺得這個水分稍微少一點點 是 好像乾身一點點 比A來說 嗯 嗯 味道上好像淡一點 是 我覺得C在淡味一點 是 但它的水分是很多 而且 很清爽 是 透過長度 重量 和味道上 和其他黃瓜比較 我們發現了 太空組織的黃瓜 都具有它們的優勝之處 不愧是科技和科學的高尖產馬 如果將太空種子放上 農業度大量種植生產 還可能解決糧食危機的 一個絕佳方法 科學本就象徵著無限 希望各位同學 觀賞完這段影片之後 都可以一同感受到 太空種子的魅力之處 將來對相關範疇 有更多的探究和了解 多點留意 觀察 感受 和發掘生活上的有趣事物 可能下一個帶領人類 進步的 是你 是你 或者是 你